API 来组装成 怎么组装 当然有的时候要用程式来组装 有的时候用工具来组装成 组装成我自己的一个应用 那这里面可以做的题目很多很多 那有些同学是过去的 里面都有做过了 所相关的都可以创新了 任何领域可创新的主题都可以 那Data的Source呢 你可以从Google再从网路 你可以去Scrap 它这个书里面有教你怎么样的 或者我们上海会谈 怎么样把别人的Data抓过来 那你说合不合法呢 有的合法的不合法 那基本上我们就技术而言 它如果提供API的那都是合法的 那它会有限制你流量等等 有些这个限制 那抓了以后呢 怎么样重新的产生出一个 包装出来一个新的应用 那这个我把地图的这个资料 跟这个音乐的资料 把它合起来 或者地图的资料跟天气的资料 合起来等等 就是各种都可以的 我刚才讲的是比较最一般性的 这有些我们上课都会demo给大家看 但是 但是你自己可以创新到各种的 创新出各种不同的 那其实台湾未来要生存 主要要靠创新 如果你不能够思考 不能够创新大概 不知道说台湾啦 大概未来这个 如果没有办法创新的话 你利用过去要做很困难的事情 现在这平台都有了 很容易的 看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那那这个 Term Project的话 第一个是 分成分组 分组要选这个分组的这个 你要报告的顺序时间 这我们以前也做过 在3月5号的时候呢 之前呢 要把你们分组的名单要po上去 po在SS上面 那然后选这个分组 选这个哪一天要做最后的presentation 这是做Project而言 然后那这个 我们这个4月9号 应该是没有时间 4月9号 4月9号我们还要上课了 所以4月9号 我们没有做oral的presentation 但是是有这个 你的Project要做什么东西 4月9号要确定 要在SS上po好 然后呢 由Team Leader来po 一组只要po一份就可以了 那所有的Member都要参加这个demo 跟这个presentation 那最后的这个 写的报告呢 也是在SS上面po就可以了 然后有分组的 互相组内互相的评分 也有这个 你怎么样 来别组的评分 这个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这个共同笔记的这个部分 那共同笔记 这个比较 这个觉得比较多一点 一共有关于Python的 Django的这个GoogleAPP 那有很多东西 别人学长 怎么已经写了一些东西在里面 有很多的部分 AJ什么都有写的 那那有一些还没有 那这些 有一些打打新号的事实上 都有 有些都内容在里面的 所以题目蛮多的 脚裤啊这个等等等等都有 那一共有40个主题啦 那一个人最多可以选到三个主题 因为有些同学他不想选 那选主题当然有选主题的这个 加分的这个机制 就你做那个topic coordinator 这个我们去年也是这样做的 对 你做了这个版主 你做了版主以后呢 那你并不一定要这个 写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要负责格式 内容证确性 当然老师跟助教孩子也是会参与的 那这个部分同样的 我们同学 大部分同学不太能够体会 这种学习的方式 那可是这个在 像我们跟医学院有在合作 医学系合作 医学院他们都很想来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的共笔是他们先开始 他们好像有讲过 就在医学系的大讲堂的上课的时候 很黑 那后面的人要看 看上面老师讲的东西的时候 他一面写 要听要写 可是那很黑看不见 他拿一个手电筒 才能照得到自己的 才能写的 所以这个 所以变成每个人要写笔记很痛苦 所以才会有共同笔记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到网络上面的时候 更把这发挥到更好的结果 对 为什么 因为全 大家一起来 editing一份 这不是写而已 我editing一份 我可以加多的资料进去 我可以修改别人的 跟Wiki很像 跟Wikipedia很像 对 而且对于这种 像我们这门课 像现在跟四年以前 第一次开的时候 内容差很多了 那内容差很多 那过去修过课的同学 他想要学一点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最好的东西 他地方就来这里 他这里要至少 这些东西都会在 他自己曾经写过一点的东西 在这里面也有 他可以再来参考 但你也可以用别人奉献过的 那你有修过课的记录 这都是你的资产之一 那自己写的笔记过一过 你就丢掉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校外来参考 我看这个SS的记录 校外参考的 跟YouTube也一样 校外参考的 比我们自己系上同学 修课同学参考的比例要高 毕业同学参考的 比在学同学参考的要多 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跟那个 大家说一半迎新树营一样 所有的这个同学 由于学会干部 他们到大三 当学会的时候 大三大四 都觉得假以两班迎新树营 一定要一起办才比较好 假以两班才会熟悉 可是在大一生大二人 他们要接着办下一届迎新树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认为是 核办是好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核办呢 那这个 这个 我们自己 自己办 我们熟的人一起玩 这样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 你要到了一个年纪 都过了一个时间的时候 这个 所以大三大四跟大一大二 会有代沟的原因 就是这个 就你知道同样的一个事情 我不是乱唬烂的 这个东西已经超过十年了 就我们从有开始双班开始的 这个 这个 学会啊 跟大二同学 那看法 大家都这个样子 每次到学会的时候 就想鼓励 这个怎么样的来 来合办 加一两班合办 可是等到 一年级真二年级这批同学呢 说我为什么要合办呢 我才不要合办 我自己来做 所以就随着 你这个像我们共同笔记现在有没有用 你以后就知道了 那以后要有用 你现在参与 以后就比较有用 当然你如果现在我不写 以后来看也可以 以后你来看 但是你有写过东西 以后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说我以前笔记在这里 那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的回答 如果说你 你现在完全是 应付为了课程或什么样的 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 那可能就跟我们有几位老师在讲 他从来不给学生95分以上的 那为什么 就跟我们系上很多来真识的同学也是 然后我们系上真识的 我们只要看到成绩95分以上 我就99分100分 那好 我就好好的来问你 看你到底这100分99分是怎么得来的 那这个你得90分以上还不错 有些东西忘掉是OK 那你得了99分 那我100分 那这个 那你到底 到底这个 所以你有花过力气的 那自然这些东西都对你会有帮助 OK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 这个我看 以上就是这个 先切掉好了